各种恶家婆欺负媳妇的新闻大家都常常听见 但无论对媳妇再怎么不满也好 孙子毕竟还是自己儿子的骨肉 身为婆婆的一般也不会对无辜的孙儿太差 只不过 日前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脑残婆婆 却以孙子长得太丑为由 居然带着媳妇含辛茹苦生下的宝宝去医院 要护士换一个长得漂亮的孙儿给我 据国外媒体报道指出 这件超扯的事是发生在圣马尔塔市的一家医院里 当时这名恶婆婆带着媳妇和补出事的小孙儿 气冲冲地来到医院 低头就告诉护士你们把我的孙子搞错了 快把今生孙子换回来给我 把一群医护人员都喝得不轻 是意图 以下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任妻子 Yvanka Trump抱着小孙子的画面 结果在一轮查证下 大家才才解决到 原来这名婆婆自认天生一职长得很漂亮 所以遗传自己优异基因的孙子不可能这么丑 怀疑是院方因为宝宝遗传我的基因 长得太好看 所以被院方私下换掉 强烈要求院方把我的孙子换回来给我 是意图 A本人 当时一票医护人员也很傻眼 但是他们仍然秉着专业精神 尝试向婆婆解释 但无奈证明婆婆始终无法接受孙子不太好看的事实 所以到了最后 院方也只能安排婆婆去看心理医生 这是希望可以解开她的心结 让她接受自己的孙子吧 其实小宝宝刚出生时都看起来差不多的啊 觉得她的孙子和媳妇都很可怜 帮QQ 无论大人间有什么过节都好 小朋友始终是无辜的 可怜的小宝宝才刚刚出生 从医院回到家里 就被自己的亲生婆婆嫌弃她长得太丑 婆婆还因此不愿意接纳她为家庭的新成员 看来宝宝以后成长的路也不好走了 真的好心酸 真心希望这名婆婆可以明白事理点 别再用自己的无知来残害下一代了好吗